2008年大选力挺马总统的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 今天被周刊爆料说是不是要跟马总统对簿公堂了 五年前为了帮助国民党能够支付巨额的党工退休金问题呢 那么其实传出当时马总统和长荣集团张荣发签署了一项密约 也就是说如果张荣发能够以23亿元先买下旧的国民党部大楼 紧接着马总统就协助张荣发以20亿元买下在巴德路上面的这栋华夏大楼 不过其实五年下来呢大楼迟迟始终未卖 因此呢两人的密约协定宣告破局 协定破局后张荣发为了报复国民党 原本说好要给国民党23亿买下的旧中央党部大楼 现在仅仅扣住尾款1亿元不给 还犯话如果国民党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张荣发和马总统就会对簿公堂 双方并没有所谓要对簿公堂 中央日报大楼现在就是为什么迟迟都还没有卖给长荣 因为中央日报目前不是国民党的产权 当时有答应是不是有答应 我们目前有关于这边的部分 双方会尽最大的诚意来做一些沟通处理解决 有没有私下做出这样的承诺 国民党没把话说死 只是现在传出一旦撕破裂 位在张荣发基金会六楼的国民党党使馆 原本可以使用到民国105年 也会被强制驱赶 今天主要的重点是在回应周刊说要对簿公堂知识 那有关于合约问题是双方面知识 话怎么听都是有留下伏笔 秀出汉长荣集团的联合声明稿 洋洋洒洒一大片就是没讲到是否有密伤的重点 似乎就怕不能说的秘密摊在阳光下 周刊转黄建议台北采访不到